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对不对 画呢肯定是我画的 然后呢可能就有人要问了 什么是娱乐项 所谓的娱乐项呢 就是大家听我扯蛋 对不对 就是我扯着蛋 你们看着画画 想学画画的呢 可以看看画画 对不对 听我讲讲这个怎么画 不想学画画呢 你们可以直接忽略画画部分 就当它是个屁 就当它是个屁 呸呸呸 就当它是个背景 然后来听我扯蛋 对不对 听我聊天闲聊 扯蛋 扯独子 对不对 如果你喜欢这种风格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我以往的视频 对不对 然后看一下 我大概做了有一百多个吧 对不对 一百多个视频了 然后做了有三年了 也算是一个比较勤劳的up主 对不对 请叫我勤劳的小蜜蜂 再来呢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画画 然后呢 我呢 并不是一个大处 我只是一个爱好画画的一个普通人 对不对 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 如果有什么画的不好或者讲的不对地方呢 也是请各位观众老爷们 对不对 高抬贵手 不喜勿喷 对不对 然后呢 我画的这个呢 叫做水彩 水彩呢 是属于有点类似国画的这种西洋画 对不对 在我的理解呢 就是利用水的特性 在画纸上呢 创造出独特 而且有特点的这种效果 对不对 然后上手起来呢 也比较容易 玩起来呢 也特别好玩 然后小熊我的这个水彩呢 是完全完全的自学 还未成才 对不对 所以说 小伙伴不要问啊 小熊你是 叉叉学校毕业的吗 或者说 问你是不是叉叉教的呀 完全是自学 所以说 我能自学画成这样 我只能告诉小伙伴们 你们自学 也能画成这样 而且你们现在不单单是自学呀 还有我来每周给你们发的视频 让你们看着 对不对 教着你们 所以说我相信啊 你们只能比我更好 对不对 不要问我小熊的名字叫什么 就叫我红领金吧 如果你非要给我一点支持的话 那你就点个收藏 投硬币 那我就挺开心了 废话呢 说了不少 这里呢 小伙伴们可以看到 这个妹子呢 一转眼的功夫 这个脸就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现在呢 开始给她画一下 这个她头上 以及脖子上围的这个 毛茸茸的这个小围巾啊 对不对 她戴这个围巾呢 是这种戴着帽子的小围巾 所以说特别萌 然后前面呢 全都扯单了 对不对 什么画画的东西呢 也都没怎么讲 然后这里呢 先给大家大概讲一下 今天画的呢 这个妹子呢 是一种 偏写实像的这种肖像画 对不对 肖像画 然后今天用的这张纸呢 是一张比较大开的纸 比8开大 比4开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我裁出来的纸就这么大 对不对 然后用的纸呢 是这个阿诗300克细纹的纸 对不对 用的是反面 然后为什么要用反面呢 因为反正我感觉反面好用一点 也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 对不对 心理作用 然后今天用的颜料呢 是这个白叶24色艺术家级 然后这个颜料呢 也是我个人认为特别适合画这种写实风格的作品 因为这个颜料呢 它颜色比较浓 而且颗粒感比较强 画这种比较大幅的这种 写实像作品呢 会更容易表现这种真实的色彩 然后再就是呢 它颜色块比较大 所以说用起来呢 可以很大笔的去取色 不心疼 对不对 最主要是不心疼 然后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开始给它画这个头发了 这头发呢 是这整幅画面里面 最重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说 这头发一定要把它给刻画的 不只要重 而且重中呢 还要有细节 就算是这个黑色头发 它也会有一些明暗转折啊 所以说 头发的亮面在哪 头发的暗面在哪 这个小伙伴们一定要画的时候呢 提前做到心里有数 所以说 其实还挺有讲究的 对不对 今天画这幅画呢 其实画的时间也是蛮久的 对不对 那天呢 我是直播啊 直播画这幅画 然后直播了整整两个晚上 对不对 整整两个晚上 从起草到这幅画的完成 一共大概是花了八个多小时吧 总共累计花了八个多小时啊 然后 嗯 整体来说还是 比较精细的一幅画 个人感觉比较精细的一幅画 然后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刻画这个鼻子旁边这个阴影 这个画 偏写实相的这种风格呢 一定要注意一点 就是皮肤上的阴影 尽量让它有点环境色 什么叫做环境色呢 多说一些呢 我估计你们也记不住 我就这么跟你们讲吧 就是你认为偏亮面的 它的这个阴影 你加入一点点 柠檬黄 或者加入一点点这个暖橙色 来调和这个阴影色 而偏暗部的这个阴影呢 给它加入一点点蓝紫色 这样调和出这个阴影色 这样的话 它亮部的阴影和暗部的阴影 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 就会趁着这个人呢 比较有灵气 对不对 怎么说呢 还是 反正就那个意思啊 小伙伴们理解理解 一定会懂的 对不对 视频到这里呢 其实小熊我有一个 非常非常 高兴的事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不对 什么事呢 就是 楼下超市的土豆 又打折了 哼哼 并不是这件事 对不对 并不是这件事 那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 春天来了 又到了动物交配的季节 宁静的沙滩上 熊海龟 趴在 湿海龟的身上 轻轻的摇动 呸呸呸呸呸呸呸 这都什么玩意儿 对不对 事情呢 其实是 这样的 记得 那是一个 宁静 又安详的夜晚 院子里 传来 阵阵 曲曲的叫声 曲曲曲 曲曲 这时候呢 我静静的躺在自己的椅子上 打开电脑 打开 哔哩哔哩 点开自己的首页 一个神奇的数字 出现在了 我的眼前 我居然 二十万粉了 感谢天 感谢地 感谢小伙伴们 感谢你 对不对 谢谢 每一个人的支持 让我 做到了 自己想都不敢想的成绩 对不对 说句心里话 对不对 我最开始做视频的时候 就是三年前 当时呢 我是因为爱好 对不对 当时我特别喜欢画画 然后呢 也特别喜欢做视频 然后呢 就想是 记录自己的一个绘画过程吧 绘画历程 然后以这种方式呢 就开始做视频嘛 对不对 就做视频 然后 顺便自己扯扯蛋 然后放到网上 以便自己日后 呵呵 又是日后 自己日后呢 能回过头来 看看自己的 这些经历吧 对不对 后来呢 妈妈的 看的人多了 对不对 看人多了 然后 我就开始做一些 比较简单的 比较基础的 让小伙伴们 能学会的东西 然后放给大家看 然后后来呢 嗯 怎么说呢 哪怕是 再没人看的时候 哪怕是 再平静期的时候 当时呢 我周更的动力 都是我坚信 哪怕还有一个小伙伴 在期待着 我更新下一期视频 所以说 我就风雨无阻 一直默默的坚持着 对不对 一直走到今天 然后也是做了 一百多的视频了 对不对 也坚持了三年 基本上 没有挑票 对不对 然后现在呢 也算是 圆满了 对不对 圆满了 我从开始到现在 从来都没有想象 我能够有 二十万粉 对不对 从来没有想象 我能有二十万粉 总说呢 对于做视频这件事 嗯 我给自己打九十九分 少一分 怕自己骄傲 谢谢大家 这时候呢 可能就有小伙伴要说了 可能就有小伙伴 忍不住就要发弹幕了 发什么呢 就发 哎 小熊呀 二十万粉福利呢 别着急啊 对不对 我怎么会忘了你呢 小淘气 今天这个视频 硬币和收藏 每破一千 我就从评论区 对不对 从视频底下的评论区 抽一个小伙伴 送你 一张原稿 对不对 一张我画的原稿 并且再多送你 一本有我所有画的 这个画集 对不对 每破一千 我抽一个 并不是说我只抽一个 所以说 想中奖小伙伴呢 点个收藏 拖硬币 然后去评论区 乖乖的留言吧 对不对 我相信 幸运女神 一定会冲你微笑的 对不对 你好 我是幸运女神 我这努力了这么多年 粉丝终于是破了二十万 而且今天我还给小伙伴们准备了这么丰盛 这么下雪本的 这个福利 对不对 我就问你们一句 掌声呢 掌声在哪里 我要看见满屏幕的啪啪啪 对不对 不行不行 不够热烈 一点也不热烈 我还要看见鲜花和礼炮 对不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时候你们要是啥也没发 我就真的很尴尬了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呢 给这个眼睛来增加一点一点小细节 对不对 然后呢 其实这已经是开始第二天的刻画了 这幅画画了整整两天嘛 不是整整两天 是整整两晚 这就已经是第二晚了 第二晚主要是抠细节 然后这里呢 小伙伴们可以看到 这个妹子呢 她戴的这个维博是有帽子的 然后这个帽子戴上之后呢 这有一种 怎么说呢 浑身毛茸茸的感觉 像什么呢 你们可以猜一猜 像什么呢 像不像只狮子呀 对不对 像不像一只狮子 如果用怀着艺术的眼光 来重新画这幅画 我认为 是这样的 一只温顺 而又凶猛的狮子 有没有一种 想要回归大自然的感觉呢 小伙伴们 如果要给这幅神奇的作品 起一个优雅的名字的话 我觉得就叫它 狮子王八 真是一个优雅 而又神圣的名字呀 给这幅作品瞬间提升了一个逼格 你看 他还害羞了 小熊你个逗逼 你怎么又出来了 赶紧塞到下面去 塞回去 今天这幅画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细节上还是挺丰富的 主要细节体验在哪呢 体验在这个五官 以及发丝 还有这个头发上一边 那一块毛绒绒感觉 对不对 基本上时间呢 都花在这些地方上了 然后呢 这时候可能就有小伙伴觉得 小熊你怎么今天 讲画画讲的这么少啊 因为这幅画呢 说白了 这个个人风格要素 比较大 对不对 所以说 如果你能学会 那我什么都不用讲 你多看几遍 就能学会 对不对 如果你和我电波对不上 对不对 那我讲再多 你还是对不上 对不对 所以说 整体来说还是 理解理解 你们就懂了 对不对 画这种偏写实像的这种 画吧 有这么一点 就是 不能太像 对不对 什么叫不能太像呢 就是在它原有的基础上 把它给美化一下 对不对 把它美化一下 这样的话 就变成了一个创造美的过程 对不对 所以说 嗯 你们懂的 对不对 由于这是一张特别大的画 相对来说特别大的画 所以说 第二天 第二晚 我所做的事呢 就是 这里抠 那里抠 抠这 抠这 抠那 抠那的 东抠一点 西抠一点 就一直在这 不断的抠细节 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这里呢 用的这个 呃 撒白点的这个材料 是这个 无竹白色水粉 注意是水粉 然后用这水粉呢 来 沾在一支比较 毛比较多的笔上 然后把它均匀的 撒在这个画面上 给它增加一点 通透的感觉 对不对 毕竟这么沉重的一幅画呢 需要加上一点 闪光 对不对 Killing 这样的话 这整幅画面就显得 水零零的 对不对 水零零的 然后千二名 盖上我的小熊章啊 对不对 那这幅画呢 就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还是挺萌的 对不对 挺萌的 这么大幅画呢 我把它扫描 也扫描了好久啊 因为扫描仪 这个比较小 我需要把它给 左边扫一次 然后右边再扫一次 然后最后把它给拼接出来 然后就这样了 那这幅画呢 我还把它表起来了 表起来现在挂在我的工作室里 然后还是挺萌的 对不对 挺萌的 特别萌啊 然后呢 还是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支持 没有大家支持 我走不到今天啊 然后 还是想 获得小熊的这个手绘原稿 以及小熊画集小伙伴呢 可以 点收藏 投入硬币 然后去评论区留言 对不对 希望 能够抽中你 对不对 然后右下角呢 是小熊的微博 小熊绅士 皮蛋加皮蛋 对不对 想 关注一些小伙伴 可以去关注一下 最后 咱们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